中国景平地下实验室位于四川省梁山州的大山深处 埋深有2400米 是目前全世界最深也是最大的暗物质实验室 在春节期间 这里依然有几十名科研人员和实验室建设者坚守岗位 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去那里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四川梁山州景平山隧道的洞口 全世界最深的地下实验室就在我身后的隧道里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到这个隧道最核心的位置 去看一看这个实验室 这条通往暗物质实验室的景平山隧道 全长17.5公里 沿着隧道一路往里行驶大约9公里 我们终于抵达了实验室 现在我就来到了位于这个隧道正中间的景平地下实验室 此时此刻我头上的这个山体的掩体一共是有2400米 在我身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实验室的大门 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在春节期间就是在这个里面坚守岗位 走进实验室可以看到各种神秘的检测设备 来自清华大学的暗物质探测专家李玉兰教授 正带着学生们检测分析各种接收到的信号 暗物质是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一种看不见也摸不着的物质 只有在极深的地下才有可能直接探测到 科学家们推测正是由于暗物质强大的引力作用 宇宙中的物质才能够聚合形成星体和星系 可以说找到暗物质将给宇宙探索带来重大变革 我们会过春节但暗物质不会过春节 所以它也时时刻刻在这个环境里面存在着 有可能会踩到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连续不断地让它进行这个工作 如果探测器出了故障了我们需要及时处理 就这四个月来就是一直这个实验比较紧凑 所以没有机会出去 我的头发现在已经比较长 和科研人员一同坚守在2400米地下的 还有实验室二期工程的建设者 在距离实验室一期大约一公里的地方 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搭建全世界最大的聚以稀屏蔽舱 这是暗物质探测最重要的空间设施之一 未来这里的实验空间将达到33万立方米 是第一期的83倍 今年春节期间都不回家吗 都不回去我会一直在这儿坚守 因为这项工作的特殊系 所以每道工序我必须自己严格把关 包括进度安全 然后还有质量我都要看 我组织了二三十名工人 在春节期间加班间一点地进行建设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 春节都不回家 有的还挺远的 然后我们的话也是想尽快把它建成 然后为科学实验提供更大的作业空间 在地下2400米作业 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实验以及生活所用的风水电设施 也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春节期间 我们一方面做好景品大设施项目的 施工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做好实验室的运行维护 以及水电气的供应保障工作 还有综合后勤服务 确保我们的科研人员 能够心无旁骛的春节期间 在这里开展实验工作 遇到